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结果显示 拜登在关键摇摆州占据优势 但领先程度总体小于全国平均水平 民调还发现 大约六成选民认为 特朗普的健康状况足以使其胜任总统之职 距离11月3号投票日 仅剩下短短三周时间 世界各国都在盯着这场别开身面的美国大选 那么 那些在国际上与美国关系比较微妙的国家 希望最终谁能胜选入主白宫呢 早在今年8月 美国国家反情报与安全中心主任伊凡妮娜曾发表声明警告称 外国势力会使用隐蔽和公开的影响措施 以达到试图左右美国选民的目的 并直接点名俄罗斯 中国与伊朗三个国家 今天小编就来给大家说道说道 这三个国家是怎么想的 关于俄罗斯 时间回到四年前 在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之后带来的余波中 俄罗斯抢走了不少戏份 简单来说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俄罗斯试图让美国选民偏好特朗普 情报机构的依据包括 特朗普团队与俄罗斯官员间举行的多次会议 针对希拉里克林顿竞选团队和多名民主党人的一次网络攻击 针对美国多个州选民数据库 以及在网上夸大虚假或者与党派有关的信息 上个月 一个由共和党人组成的参议院小组对有关俄罗斯 当时希望特朗普获胜的观点表示认同 该小组发表结论称 特朗普的竞选活动对外国影响来说是一个容易的目标 但没有就此提出其中牵涉犯罪阴谋的指控 到了2020年 这次特朗普的对手从希拉里换成了乔·拜登 伊凡尼娜在评估声明中指出 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主要是为诋毁前副总统拜登 到了中国 特朗普政府一直大力声称 今年带来主要威胁的不是俄罗斯 而是中国 美国司法部长威廉·巴尔表示 我看过情报 这是我的结论 而众议院情报委员会主席 民主党人亚当·希夫则称 巴尔的这番言论是明显谎言 伊凡尼娜在评估中指出 美国情报机构认为 中国认为特朗普总统不可预测 更希望他不会取得连任 当然 中方肯定否认干预其他国家内政 并称没有兴趣或议员这么做 不过 一向善于营销的特朗普 自然不会错过这个好机会 来脏一下对手乔·拜登 本月 特朗普赞许地在推特上专载了一篇文章 文章来自支持特朗普的网站 布莱特·巴特新闻网 标题为 中国似乎在总统选举中偏好乔·拜登 特朗普说 他们当然想要拜登 我已经从中国拿走了数以十亿计的美元 把这些钱给了我们的农民和美国财政部 如果拜登和亨特赢了 中国将拥有美国 针对特朗普对拜登对中国软弱的指控 拜登已经试图做出反驳 拜登承认 将在人权和其他问题上对中国坚决 但民主党人也声称 至少在选举问题上 俄罗斯才是攻击性最强的 至于伊朗 伊凡尼娜称 德兰黑方面不希望特朗普获得连任 伊朗认为 如果特朗普胜出 将导致美国继续向伊朗施压 以推动政权更替 伊凡尼娜还表示 伊朗将更多聚焦于线上影响 例如在社交媒体上散播不实讯息 并循环传播反美内容 计算机巨头微软的说法 也与美国情报机构的指控相吻合 微软方面称 由与俄罗斯 中国及伊朗有关的黑客 试图暗中监视与美国大选有关的关键人物 好了 以上就是俄罗斯 中国 伊朗对美国大选的期许 当然 与这些国家的关系 与外交政策 自然也成为了两位总统候选人 被关注最多的问题 不知道各位小伙伴 希望最后谁胜选呢 如果您喜欢本期视频 请关注点赞并分享 下载APP解锁更多功能 我们下期再见哦